南投县长林明珍上个月率领乡镇长来前往北欧考察交流 但是遭到外界质疑 认为是假借考察的名义而行旅游之时 而有南投县议员肖志全、简刺盛 还有鸿铭科等12位议员所组成的直询小组 在议会定期会当中是大力的肯定县长前往国坏来考察学习的精神 也希望县府能够提出报告跟计划 落实南投县的建设发展 出国考察被质疑是带团旅游 南投县长林明珍是遭受各界关注于讨论 不过南投县议会正在进行的定期会 许多议员是纷纷表达对县长的肯定 因为现在的地球村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特色 跟先进的一些建设是我们值得我们去看 值得我们去参观的 真的很肯定县长的作风 那也希望说县长这么认真 可是我们各局处真的也要努力的用心的配合 然后看如何下去推动 让我们能够尽快的达到说 就是南投成为我们的观光大县 南投县政府长久以来财政困苦 要如何开源节流寻求裁员 也是每任县长相当重要的工作 因此出席定期会的县议员 都认为县长是相当用心 为南投县的发展努力 未来对我们经过来的建设 你说高山火车也好 还是未来的我们的恐龙旧旧风格也好 都可以做相关的帮忙 怎么样在我们原住民地区 来发展观光油气的产业 我想你心中只有一把尺 我们怎么做 无良心在做行为 不要让稍微这两个来给我们抹黑 我觉得这是对你心目公平 这样就麻烦你 一个月来 一定要宣传给我们南投官 所有的官民来看起来 利用最省的开销 还要倒贴出国经费 南投县政府勤俭地考察交流 议长何胜峰也认为 政府有在做事 还对县民有帮助 县议会绝对全力相挺 表现十二天应该都要二十多万 你们开十二三万 甚至你们两公园区都开七八万 你们自己还贴三四万 所以说 所以这些问题就是要让南投官的变成了 要说你们没有别来 像我们这些湖庄温泉区 他们的一些寿司 一些配套 我们就可以用在 我们的湖庄温泉区来对 将来达到一个 国际水准的一个温泉区 南投县长林明珍上任一年半 就还掉十三亿多的负债 可说是历年来前所未见 对此南投县议会也勉力宪府 不仅要学习国外的发展经验 更要带动南投跟国际的交流 记者王子余南投县采访报道